家喻户晓,名传辖尔 据史料记载 道口烧鸡始创于顺治年间的河南道口镇 扬名于乾隆中期 经过几百年的沧桑变化 依然是香飘四溢 到口烧鸡以独特的风味 飞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成为大家喜爱的美味佳肴 道口烧鸡的制作是非常精细严格的 其工艺流程大体经过 选料、宰杀、造型、配料、主制、出锅等步骤 选料是道口烧鸡制作的关键一步 为保障成品的质量 一般选用放养半年至一年的健康公鸡 或者是未经产蛋的母鸡 以草种鸡或蛋鸡为好 选用肉质松弱的肉鸡和肉质粗硬的经产母鸡 宰杀之前 对选出的鸡要进行休息、断食和印水 这样既有利于糖原生成乳酸 抑制微生物的繁殖 又便于放血、防止污染、节省饲料等 鸡的宰杀方法 有机械化操作的口腔宰杀法和手工的颈部宰杀法等 道口烧鸡因造型工艺的需要 最好选用颈部宰杀法 基本颈部血管在颈部的两侧 在头骨底部有一个较粗的桥脂静脉 它是两侧颈静脉的交通脂血管 是放血的最佳部位 在沙时按照基本的固定方法 将鸡头向后拉 捏紧颈部皮肤 从头下两厘米处下刀 割断血管 放进血 为保证整体的美观 注意切口不宜超过两公分 进趟脱毛 要在宰杀后立即进行 脱毛分为机械化和手工两种 机械化脱毛速度快 适于大批量宰杀 道口烧鸡的脱毛 可用人工方法进行 水温一般控制在70到75摄氏度 脱毛时 进烫要均匀 时间不应超过一分钟 进烫适度 方可做到快速干净 最后去掉鸡爪外皮 搓去鸡皮表面浮膜 用清水冲洗干净 去内脏也有机械化和手工两种 机械化去内脏可在屠宰流水线上进行 其手工方法是 在右翅前方与脖颈连接处 割去素囊和喉管 在胸骨后侧与肛门正中线上 接近肛门的一侧 横切腹腔 清除内脏 割掉肛门 用清水把体腔冲洗干净 造型工艺 是道口烧鸡的独到之处 其制作方法是 首先 在两翅的伸缩处各切一刀 身为五毫米 将鸡浮于岸上 在背部交叉双翅 分别从鸡的颈部放血切口处插入 从口腔露出 选取直径为两公分 长度为17到20公分的竹竿 削成交错的肩形断面 在鸡腿内侧 分别切约10公分的弧形刀口 至腹腔切口 然后在胸骨后部皮肤 切一个两公分的小口 用削好的竹竿插入体腔 绷直肌体 将两腿交叉放入体腔 并使露出的颈骨 插入胸部表皮的切口 起固定作用 经过上述的造型 一个独具匠心 美观别致 形似元宝的半成品 就制作出来了 为了使烧鸡的外表 有一个美观的色泽 还需进行油炸 首先按3比2的比例 配置适量的蜂蜜水 涂鱼鸡的表面 晾至半干备用 然后将植物油加热至 160到180摄氏度 把晾好的鸡 进入油内炸至 时间约为30秒到60秒左右 当鸡皮出现诱人的红黄色时 即可捞出 炸至时应注意 净涂蜂蜜后要晾至半干 若过干会炸破鸡皮 油量要能淹没鸡体为宜 油过少造成上色不均匀 另外油温不宜超过200摄氏度 否则会产生致癌物质 而且营养成分减少 嫩度下降 倒口烧鸡的风味 与其独特的配料有很大关系 先将8位配料的主要特点逐一进行介绍 丁香 使丁香树的花类干制而成 成丁形 主要成分是丁香油分 具有芳香和健胃的功效 沙仁 主要成分为挥发油 并含有橙花胶醇 幼玄章脑等物质 有健脾胃 行气合中的作用 豆蔻 主要成分是豆蔻素 冰箱分 有浓烈的香气和辛辣味 有消食解酒 增进食欲的功效 草果 被含本铜 有芳香健胃 造湿去寒 抑制腥味的作用 肉桂 肉桂 主要含有桂皮泉 冰箱分 具有扩张血管 温慎助阳的作用 陈皮 为香料食物 甜成的果皮 含有挥发油 有芳香健胃的作用 新姜 主要含有柠檬泉 陈香醇 有独特的辛辣芳香气味 可调味去腥 白芷 主要含有白芷酸毒素 挥发油和树枝 有散风除湿 去寒止痛的功效 倒口烧鸡的配料 以表中的要求为标准 按照配方的要求 撑取适量的配料 装入纱布袋中备用 老汤的制备 也是倒口烧鸡制作的工艺内容 老汤就是烹煮烧鸡时加入的汤料 可多次反复使用 甚至保存使用数十年 乃至上百年 首先在锅底放好配料袋 将油炸后的鸡逐层放入锅里 鸡的上面加上盖帘 加入三分之二的陈年老汤 再加三分之一的清水 使其浸没上层的鸡 先用旺火煮沸 然后再用温火焖至熟烂 大约为三四个小时 先准备好出锅容器 披去汤上面的浮油 将鸡捞出 放入盘子冷却 锅内的老汤可冷却后保存备用 经过上述工序 烧鸡就制成了 成品烧鸡呈淡红色 略透微黄 丰满完整 形如元宝 口若咸食 栩栩如生 玉香脱鼻 味道鲜美 具有色形味烂四角之称 为了延长宝藏漆 可用复合膜进行真空包装 打上出厂日期 这样一个个包装精美的 道口烧鸡 就可以投放市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松花蛋又称为皮蛋 变蛋等 早在二百年前 我国人民就掌握了它的加工方法 随着科技的发展 工艺的提高 其营养价值得到了不断的改善 已成为人们所喜爱的风味食品 松花蛋是如何加工制成的呢 鸡蛋 鸭蛋 鸩鸩蛋 都可作为制作松花蛋的选料 蛋料的选择 首先要看蛋的外观 挑选外表新鲜 大小匀称的蛋 作为初选料蛋 像这样破损的 有裂纹的蛋要剔出 然后对初选的料蛋进行内置检查 用照蛋器观察气势的大小和内容物的乘量程度 最后选出蛋壳坚固 完整 气势小于9毫米 内容物均匀一致 呈微红色 抽样检查合格 蛋糕适宜的蛋 作为标准的原料蛋 制作松花蛋的材料 因工艺不同有所差异 常用的材料有 生石灰 要求色泽纯白 体清 无杂质 氧化钙含量高于75% 纯碱 纯碱 及无水碳酸钠 7纯度要求在96%以上 石盐 及氯化钠 7纯度为96%以上 红茶末 要求新鲜 要求新鲜干燥 味道纯正 黄丹粉 俗称 密陀僧 及氧化钳 要求为黄色粉末 或小结晶体 草木灰 其有效成分为碳酸钠 和碳酸钾 要求纯净 均匀 无杂质 松柳枝 要求新鲜 洁净 具有较好的芳香气味 水质的要求 必须符合国家的 卫生标准 黄土和稻壳 是松花蛋 后期加工材料 黄土 保证质地干燥 无异味 无杂质 稻壳要求色泽金黄 无霉变 无杂质 松花蛋具有 良好的适口性 诱人的香味 和丰富的营养 松花蛋的色香味 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从制作材料的各种物质变化 讲起 在密闭的条件下 生石灰和水作用 生成氢氧化钙 氢氧化钙 与纯碱和草木灰的碳酸钠 和碳酸钾作用 生成氢氧化钙 氢氧化钙 在变质松花蛋的过程中 承担着主要的角色 氢氧化钙 逐渐渗透到浸泡在料液中的蛋内 使蛋白质变性 发生液化 随着氢氧化钙的不断渗透 使蛋白质变成了碱性 形成胶洞状的固体 成为松花蛋的凝固阶段 当氢氧化钙的浓度达到0.40% 蛋白质开始凝固 氢氧化钙对蛋白质的最佳凝固浓度 为5%到6% 若超过6.5% 则形成蛋黄变硬的减伤蛋 若低于4% 则蛋黄呈流质状态 延长变质成熟时间 所以 配置的料液一定要测定氢氧化钙的浓度 经过凝固阶段 蛋的内容物继续发生变化 部分蛋白质 在氢氧化钙的作用下 发生水解 产生多种氨基酸 这些氨基酸的生成 是苏花钙香味形成的重要因素 苏花钙的色泽变化 首先是有一些含流的氨基酸 如光氨酸等 继续发生变化 生成少量的硫化氢 这些硫化氢 与加入的黄斑粉反应 生成硫化钙 使氮氢具有特殊的青黑色 另外 一些氨基酸和氮料中的糖类物质 在碱性条件下 发生梅拉德反应 生成棕褐色的物质 蛋黄色泽的变化 主要是生成的硫化氢 与蛋黄中含铁的化合物 生成青黑色的硫化亚铁 另外 配料中的红茶末和松柏汁 所特有的芳香物质 对改善松花蛋的香味 都有重要的作用 在成品的松花蛋上 有针状的白色结晶体 称松花 主要是蛋中的美离子 与氢氧化钠和水作用 生成的氢氧化美水和晶体 当尿液中 氢氧化钠浓度 低于0.20% 则不产生松花 松花蛋加工方法 主要有浸泡法 包泥法 和浸泡包泥法等 先介绍常用的浸泡包泥法 第一步 料蛋装缸 把上述选出的标准料蛋洗净 竹层放入清洁的缸内 操作要谨慎 防止碰破蛋壳和搭空 第二步 进行料液的配置 松花蛋的配料 因地区和季节的不同 有所差异 这是常见的松花蛋配料标准 第三步 熬料和验料 先打按配方比例称好的纯碱 食盐 茶叶 松柏汁 清水等 依次倒入锅内 加热煮沸 然后倒入成有生石灰和黄丹粉的容器内 进行搅拌 待冷却后 取出料液 进行定量分析 测定清氧化钠的浓度 使其保持在5%到6% 第四步 灌料 将测定好的料液搅匀 倒入缸内 注意 料液要淹没蛋料 并用木板压住 防止蛋料上浮 第五步 燕缸 灌料后 一定要严格控制室内温度 出温